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到我背後這張中國地圖了嗎 從這裡開始要開啟區域地理之旅 第四側跟第五側還有第六側的前兩課 扣除第四側的第四課 也就是你在這個學期期中考的第二課 叫做世界地理全球概數之外 中間有4加6加2一共12課 扣掉1課有11課都在講區域地理 其中中國地理佔3課 然後後面的世界地理佔9課 合起來就是整個地理裡面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區域地理 為什麼說最核心的概念呢 因為在前面學了三側 學了一年半的地理概論之後 你要試著在真實世界裡面分析一下 你學過這些知識在真實世界是有什麼樣的對應的 比如說地形、氣候、人口、產業交通 在真實世界裡面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這個呢就要從區域地理裡面來學的 那首先是要講講中國地理 所以我們接下來連續三課呢 有一大段內容都要談論中國 所以我先來為各位簡單的介紹一下 關於中國的區域地理你要用什麼角度來學習 第一個我們要先探討位置跟範圍 這裡當然我會主要談南部地區 但是以後順便幫你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中國怎麼會分成這三大地理區 它是怎麼分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分的基本原則 它分成三區是哪三個區域呢 第一個是南部地區 這是距離我們台灣最近的區域 來給你看一下對照圖 台灣大概在地圖中的這個位置 所以呢這裡是跟台灣最接近 當然也是關係最密切的 不管是古代兩百多年來 台灣人的祖先有一大部分來自於這個區域 還是現在台灣人到中國去投資啊 居住啊旅遊觀光等等的 也主要都在這個區域活動 所以教材分量跟考題內容來說 南部地區的分量是最重的 可以種到什麼程度呢 可以種到大概一半左右 也就是說如果全部考100題的話 南部地區大概可以考個50題 剩下兩個地方合起來再考個50題 差不多就是這個比例 差不多是5比3比2 大概是這個比例 所以學習南部地區的時候你要特別注意 我們講這一課的時候內容也特別多 那它為什麼會劃分成南部跟北部呢 上面是北部嘛很明顯 南部地區跟北部地區有沒有非常巨大的差異啊 有 主要差異集中在兩個地方 而這兩個地方其實也是中國自古以來最明顯的差別 從課文中就可以清楚地得知齁 南部跟北部的分界線是秦嶺跟淮河 秦嶺跟淮河連成的是一條橫向的東西向界線 以秦嶺跟淮河為界 這條界線有啥意義呢 快速翻譯一下腦海中的那個第三側中國地理 給你30秒鐘 快速地在腦海中回想一下你曾經學過的概念是哪裡 如果你沒有辦法馬上想起來的話 你可以先按個暫停想一想 秦嶺跟淮河是一個很明顯的自然現象的分界線 是什麼自然現象呢 主要就是1月0度C的等溫線 0度C是河水會不會結冰的關鍵 所以啊 在秦嶺淮河以南的地方 會不會很冷 會 會不會下雪 會 可是它冬天的時候不會出現河湖都結冰 整個大地冰封的現象 相反的秦嶺淮河以北就會 所以秦嶺跟淮河自古以來 早在2000多年前 就已經被當成中國在地理上的分界線了 比如說啊 有一個那個戰國時代的那個成語啊 就是 菊玉淮為止 這個山東神產的那個橘子啊 跟南邊那個產的橘子不一樣 為什麼 同一個品種 你把它帶過淮河去種之後 它長出來的那個味道形狀就不一樣 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國 就有非常明顯這種南北區分的意識 所以你可以快速回憶一下 你學過的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上區分南北 大致上也就是這個界線 當然這時候好同學會立刻舉手 是不對 你教錯了 歷史也是你教的還搞注重錯誤 可笑 那個什麼南宋北宋啊 魏晉南北朝啊 不是都以長江為界嗎 怎麼說懷河呢 其實南北宋 南宋是以懷河跟那個經國為界 那魏晉南北朝呢 其實也是懷河 不是長江 只是呢 長江跟懷河之間呢 是交戰地帶 所以雙方都把它當成一種緩衝區 所以在寫的時候你會覺得 好像不是以中國自古 以什麼長江為天線劃分南北 難道懷河很好度過嗎 其實懷河也不好度過 所以中國南北的基本分界線就是 秦嶺跟懷河 順便跟你講一個小常識 不管它是叫做大興安嶺 還是叫做秦嶺 嶺這個字啊 它說明的是一片連串的山地 所以當你聽到這個地方叫做某某嶺的時候 你希望不要把它聯想成 它就是一座孤立地的山峰之類的 一個地方如果叫做嶺的話呢 它大部分都是長這樣子的 對 就這種連串的山地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地方可以穿越過來 這種通道 有這種通道的地方啊 就會叫做嶺 其實台灣也是啊 美嶺、武嶺 這種地名都是可以有車子通行 它古代就是有道路 但是它畢竟是一個連串的山地 它是有好幾十座山排在一起所組成的 所以在地形上的分界性 分界意義非常明顯 因為要穿越這些山區 要經歷非常多的時間 而且交通很困難 即使在現代 它都還有一些阻礙的意義 不要說是交通不變的古代 它很明顯就會變成兩者的分界線 這是北方以秦嶺淮河 那麼南邊呢 東半部是海洋 這不用多說 這當然是天然的界線 然後它還包含著一個 完全位於海上的省份 叫海南省 不過現階段我們的教材 對著海南省的琢磨非常少 大概就兩句話而已 所以你也就不用刻意在意它了 再者就是南邊 請注意這個藍色的線跟黑色的線 這個是有意義的 藍色的線說明的是海岸線 而黑色的線說明的是陸上國土 中國的廣西跟雲南 南邊直接連接的是一個 台灣人也很熟悉的國家 叫做越南 而越南在歷史上跟中國 是簡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所以這個南部地區 它除了很綿長的海岸線 有很多海上活動的機會 所以它也造成了中國 現在以海洋貿易為主的 這種經濟型態 重心都放在沿海這些省 除了這個海洋國土之外 事實上它在陸地國土的分界線上面 也有陸地鄰國的關係 所以南部地區是一個 非常多教材可以教的地方 那北部地區呢 這個是我們第二課的內容 當然它也是這次段考的內容 所以你最好還是順便要學一下 那當然主題我們會放在 第二課的重點的時候再說 北部地區則是古老的傳統的古中國 南部地區呢是長江流域 北部地區呢就是黃河流域啦 長江跟黃河是代表中國的兩條大河川 所以兩者之間呢 各自有彼此明顯的分界線 也有各自不同的地理意義 北邊是黃河流域 但是上面還有一個分界線 叫做長城 長城以北 就不是傳統中國的領域 因為它在地理上 跟在文化上 跟中國的傳統區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北部地區看起來比較小一點 因為它很快就被長城給隔開了 跟廣大的蒙古給隔開了 但是它又在東邊這個地方 加進了一個東北地區 也就是中國這個老母雞的雞頭的位置 這一塊地方是平原為主的地帶 在文化發展屬性上跟北部地區啊 連結的稍微緊密一點 但其實有很多差別 所以在近代的中國歷史上 它曾經被劃分出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變成列強競竹的地方 在第四冊的歷史裡面啊 中國的東北是列強角力的戰場 而且它也曾經有過新的國家被建立起來 當然這國家在教材中是不被承認 叫做維滿洲國 不過它可是從國中到高中的歷史課程裡面 最喜歡考的一個主題 所以你最好在學習地理的時候啊 要搭配歷史概念進去學 因為這樣會學得稍微完整點 在地理教材裡面 東北教的內容是比較弱一點的 但在歷史裡面它教的非常的詳細 所以最好可以參照學習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點開歷史 看一下我對中國東北那邊的說明 這是中國的南北的分界線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北部地區是以長城 再分成大概東北跟華北兩個區塊 那南部地區有沒有分界呢 也有 只是從這張地圖上看不出來 因為這是行政區域圖 在整個廣大的南部地區裡面 它的地形障礙比你想像中的多更多 學習南部地區這一課 為什麼教材量這麼多 除了它很接近台灣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可以教的點實在非常多 可以拿來考的地方也非常多 在中國的貴州往東看 經過湖南跟江西一直到福建 這地方有一個另外一個連綿不斷的山領 這個山領叫南領 自古以來穿越這個南領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行為 所以事實上南領是得名於一個相對的名詞 叫做領南 在古代的中國 即使在唐朝宋朝這種距離今天已經沒有很遙遠 不是那兩三千年前 你會覺得好像宋朝已經不是中國歷史很前面的時代 但是即使到了宋朝時期 在這個南領以南的廣東、廣西、貴州、雲南這些地方 都還是被當成蠻荒菸葬的地帶 甚至於到了明朝 這裡都還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因為它的自然環境、氣候條件、地形特徵 都跟北邊的中國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整個南部地區還可以以南領 稍微再劃分成華南跟華中地區 等一下我們在講述的時候 我會明確地幫各位分出來 所以你稍微有個概念了吧